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奇幻热血电影火山高校 男主黄毛身怀绝技却不懂得如何控制 因为打架斗殴被转学九次到了火山高校 没想到这个学校比之前的所有学校都要糟糕 火山高校多年来一直处于派别争斗中 所以学校的声望不太好 而传说谁只要拿到校长手上的秘密备忘录 谁就可以一统天下 为了争夺这个备忘录学生们蠢蠢欲动 举重队队长长矛 剑术队队长冷翡翠 以及超能力拥有者松学林 全部都是争夺备忘录的佼佼者 男主刚进学校就一一的跟几人打了照面 还不小心把最厉害的松学林给打伤了 举重队队长长矛仗着副校长的势力 肆无忌惮地到处找男主的麻烦 就在两人比拼时 男主突然想起 转学前家人对自己警告 如果再打架就再也没有办法转学了 于是隐藏实力被长矛打倒 一天校长突然中毒失声 松学林成为了第一嫌疑犯 被关了起来 而武功密集被副校长移花揭幕 不久学校来了一个有超能力的魔鬼老师 这个老师正是副校长的心腹 副校长一直想夺得秘密备忘录 当上校长 可眼下形势变得严峻 和松学林关系要好的接舰队认定这是个阴谋 而拥有超能力的男主 成为了各门派的争夺对象 冷翡翠让男主帮忙救松学林出来 男主却一直因不想打架而推脱 一天上课时 男主看见窗外挂着一个女人 女人使出了臭魂箱 把男主迷得从楼上跳了下来 男主跟着这股箱去到竹林 结果遇见了拥有超能力的魔鬼老师 魔鬼老师封住了男主的超能力 而火山高校不收不会武功的废物 临走男主去探望松学林 松学林趁机对男主进行武功指导 还打通了他的经络 男主经过这一指点 不仅变身武林高手不用退学 还在一个机友的帮助下 与冷翡翠共处一室 两人之间气氛暧昧走在了一起 而副校长利用完长毛 就准备解散去中队 长毛一听气愤的去理论 结果差点被新老师打断腿 原来之前毒害校长的事 全是长毛听从副校长的命令干的 长毛十分悔恨跑去向校长忏悔 却被副校长反江义军将他抓住 将他以偷备忘录的罪名 带到学校处罚 冷翡翠看不下去 出手阻止 但他不是魔鬼老师的对手 这时男主终于站了出来 却被魔鬼老师一掌拍出了学校 一群人围着他开始催眠 幸好长毛及时出现打醒他 学生们全部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魔鬼老师 虽然男主还是略逊一筹 被魔鬼老师打倒 其还是凭借着主角光环 和强大的意志力 战胜了恶势力的魔鬼老师 最后副校长也被咔嚓掉了 男主毁掉了所有的备忘录 这部18年前的电影 在情节上说不上出色 但里面的每个角色都很有魅力 画面也十分的具有张力 如果对于这类电影感兴趣的 可以去搜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